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七烈美云 新年星期下 没错 今天的主题就是开箱 刚刚好是我们迎来了五年 然后现在我录这些视频的时候 也是正值新年的时期 所以呢 今天开箱的大主题就是 新年开箱 第一个新年的礼盒是 In2Yo的唇泥的礼盒 In2Yo之前的话 大家应该有看过我做了一期 恐龙式色 然后呢 今年 In2Yo又给我寄了一个 非常实在的一个 大大大大大礼盒 就是这一支唇泥礼盒 1 2 3 交 它里面一共有23支唇泥 从粉色调到红色调到纯色调 然后到他色调 一印俱全什么都有 上次是不是唇泥 它比较BingBing 然后今天其实 我涂的也是他上一支的那个唇泥 然后呢 今天的这个礼盒的话 是一支唇泥 非常实在的新年祝福 In2Yo 接下来我们在开箱的是 这一个是香提卡 今年虎年限量版的礼盒 然后香提卡的话 大家应该都知道它比较著名的就是它的钻石面膜 这个礼盒设计非常的有意思 它拉开之后 它这个老虎 就会变成它的那个环保的主题的那几个 几个logo 然后打开之后 你们可以看见 这是一个 古年限定包装的钻石面膜 香提卡的钻石面膜也是非常出名的 对 它的标志性的产品 然后里面还有一支 节日限量版的花园柔色的口红色号是Ruby 我有在旗舰店有查 它是目前就是 没有上旗舰店的一个颜色 是一支正红色 非常漂亮的颜色 然后它这支口红的话也是 涂上去是非常滋润的 适合冬天 然后这里还送了一包 金灿灿非常富贵极强的 就是香提卡的主题的一个红包 金包 对 金包 接下来我们要开箱的是 这个是IPSA虎年礼盒 IPSA也是这个栏目老朋友 今年的礼盒里面有两个产品 都是它的那个黑金系列 一个是它的黑金粉底霜 然后一个是黑金面霜 粉底霜是101House 然后接下来要开箱的是Valentino 我送的这个香水的礼盒 它的外表是一个烟花的设计 打开里面可以看到是他们家的 唐娜小姐香水 唐娜小姐的这款香水的味道的话 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流香比较久 比较浓烈的那种 尝试一点小姐姐的气味的感觉 接下来这个礼盒是威洛娜的一个新年礼盒 威洛娜大家知道它都是专注于敏感肌的一个护肤产品的品牌 它这个礼盒里面基本上就是他们家的水乳 还有一支防晒的一个小药 以及一个修护精华的小药 那么接下来就开大箱子了 特别大特别重磅 这个是我今年最惊喜的礼盒之一 我潘多拉的新年礼盒 潘多拉大家知道它是做饰品的嘛 然后今年这个礼盒也非常的惊喜 我们打开看一下 其实特别像一个小小的画圈 像小小的一个手势盒 打开之后 潘多拉 一个小小的手链 然后这个手链是坏了一个小老虎 红石的一个设计 我今年刚好是本地年嘛 所以我觉得我今年应该一整年都可以 都可以有手链可以戴了 好 就是第二层金石 一个潘多拉主题的图克牌两幅 打开第二层开始第三层 一副迷你的麻将 不过就是在这跟大家说 小小的打一下也可以 然后呢就是千万不要上口 最后一个礼盒 比较重吧 非常重量级 然后是我们的 never's family 李佳琪老师他们家 never的一个品牌 首先我们先来看这个 红红补品的拜年礼盒 新年祝福的小卡片 然后有一本陪伴特刊 哦就是他never family 他刚好做了这个小短板 还有一些很友好的一些春节指南 这是一个手提袋 这是一个never的大脸的暖手抱手机 然后这个是一副对联套装 惯例的红包 给了三包 口罩一盒 以及一个手机壳 接下来我们来拆开这一箱 ok 拿出来 哦 他就是这一副 然后照样是送了一个小本子 看外观应该是一个像化妆包 然后像旅行的那种鞋带包一样的东西 但是里面是满满棒棒的 哇 装了很多半手礼的感觉 有优石原子的眼部精黄霜 染包修复面膜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擦枝子的唇膜 哇 非常满 超超满 这只是其中一袋 这里还有一袋 你看是什么 哦 这边就是他里面还装了两个小袋子 都是不同大小的一个就是旅行的那种袋子 非常有心 然后非常可爱的 Never Family的两个礼盒的一个大开箱 那以上今天开箱的这七个礼盒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种草到自己喜欢的呢 小夕在这里 就再次祝大家平安顺随 天天开心 然后要保持健康 打极大力 那今天开箱就到这里结束啦 我们下一次再见 拜拜